参考消息 35的守卫外国买家,中国空军已经装备了这种战机,专家认为,在争夺制空权方面,第四家夹带战机是中国军队最具性价比的选择,苏到35能与夹想敌最先进的战机在空中一蹶高下,而且,按照一贯传统,中国军人和工程师对买来的装备,进行了自主改造,更准确地说,不是改造战机本身,而是改造飞行员的投机。 这种头盔能对冲弹射逃生时弹射座椅产生的速度过载,让飞行员头部免受冲击,碎片和噪音的伤害,防止阳光和聚光灯造成的炫目。 报道趁,考虑到苏到35飞行员,对弹射安全和工作舒适的要求越来越高,中国空军研制了新式轻型头盔,代替之前使用的LGCSH-7APN和国厂TK-12A头盔,尽管这两种防护装备具有可靠、耐用、安全、配备目标指示系统等特点, 但它们的尺寸和重量太大,导致飞机机动式飞行员的颈部和脊柱负担过重。 资料图片,央视新闻中出现的中国苏到35战机专用头盔,图片来源于网络,资料图片,中国空军苏35战斗机,图片来源于网络,中国飞行员获得的新头盔成紧凑的球体造型,轮廓贴合头部,创造了良好视野。 此外,头盔上还有护目镜,以及顶部和侧面的双孔保护盖,夜视镜固定螺丝和观察仪表板,专家认为,这一切提高了飞行员,在战机机动和完成复杂动作时的舒适度,对需要瞬间反应的实战也有帮助。 报道称,此外,新头盔采用了更先进的,类似美空军的JHSCS联合头盔提示系统,和HDMS头盔显示器系统,来代替中国军队使用多年的旧系统。 所有飞行员必要的信息、速度、高度、目标信息、警告,都会投射到头盔面罩上,并根据面部与屏幕之间的距离自动调校。 新头盔的优势在于使用了轻巧、坚固的复合材料,不会给脊柱造成很大负担。 中国军队为苏道35战机改良头盔,体现了中俄互利军事技术合作的良好发展趋势,是两国军事关系紧密的例证。 资料图片,中国空军苏35飞行训练资料图,图片来源于网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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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